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营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营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如果说2024年有什么工作 是一定要缴出非常前进的成绩的话呢 我想ESG倡议相关的工作 肯定是榜上有名 因为在去年的COP28之后呢 全球从企业到组织乃至于国家 都面临更加严峻而且迫切的挑战 所以就在这个议题上 我们看来2024年台商一定会面临 更加严峻的一个课题 必须要缴出实际的成绩 究竟我们应该看到台商 缴出什么样的成绩 他们又应该用什么样的做法来达成呢 针对这个议题 让我们欢迎KPMG 安侯永续发展顾问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黄振忠 尼文 邀请我们的好朋友尼文 和大家分享一下 2024年台商在ESG碰到的前景 到底是什么 哈喽尼文你好 Peter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我们在2024年的ESG的路上呢 我觉得很好奇的一点是说 您在观点上 您陈述说 如果只是企业出版一本永续报告书的话 那并不算是真正的做到ESG 我对这个就很好奇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观点呢 我想这个是要把整个来龙去脉 严谨一概的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说明 我想一般来讲 我们说一家公司经营 有了产品 有了营销的策略 有了效能管理 最后反映在整个年度经营绩效里面 会做出一个财报 是 所以一家企业制作这个财报 给这个相关 厉害相关人 特别是公司的股东 投资人 做出一个交代 这是肯定是必然 但是我们不会说 有做出财报的公司 就一定是赚钱的公司 那对 对吧 财报只是一个给交代的 一个成果 相同的 今天我们说世界不可持续的压力 气候变迁的议题 环境资源的议题 社会或职场条件挑战的 种种的议题 那所以公司同样要落地 要改善 要精进 要有策略 要推出符合未来ESG 气候环境友善的产品 那经过公司的效能管理 所以种种的努力跟行动之后 我们会做出一个ESG的报告 也就是永续报告书 也是一个给交代的报告书 所以有做一个报告书 表示你把你自己的落地实践的过程 做了一个交代 但不代表你就一定是很棒 对吧 对 有做财报 不代表你一定是赚钱吗 对那只是一张成绩单 是 那同样的有做ESG报告书 也就是给出一个成绩单 但是它并不代表 有做报告书 就是ESG很好的公司 所以换句话说 回到您的问题 那么很多的人以为ESG 就是做一本报告书 那给出交代 我们常常说 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你要煮出一盘好饭 如果你米不好 那饭基本上就不香 所以你就要添油 添加各种的材料 让它看起来美味一点 所以真正我们ESG要做好 还是要种好米 本质好了 产品好了 技术好了 真正落地实践好了 那个才是真正我们在讲 有没有做ESG的关键了 所以走到今天2024年 全世界当然就更严加的检视 如果我们看说 世界不可持续 永续的风险 如果是仍然在恶化中 风险仍然在增高中 比如说我们就看 气候变前的议题 那意思就代表 我们做的还不够 我们还没办法 你扭转 没有办法力挽狂澜 恶化的趋势 所以我们说ESG做得好 应该是说 那你减碳减得很 Burr Bound了吗 你的低碳产品技术 开发的很被市场接受了吗 如果能真正朝那个方向 我们才说 这个才是真正ESG的成果 所以面对世界 不可持续的状况 在持续恶化下 我们认为全球应该会 越来越高的 检视的力道 来看看这个公司 真正做了怎么样 那报告书 就是一个入门而已 报告书只是一个了解 公司给出交代的 一个载具而已 那真正还是要实质看 在E环境 在S社会 在G公司治理上 公司做了什么 跟国际的要求 跟利害关系人的期待 落差是不是能够拉近了 然后是不是在同业 异业当中 也能够突出这个绩效 甚至已经开始提供 我们未来需要的 这个相关的解方 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 判读ESG做的 好不好的关键 那其实有很多公司 他们可能是宣称 自己有做到 就像您刚才讲的 这些公司没有办法回应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的话 那就会沦为一种 比较像是朴律 这个现在实信的名词 朴律这样子的公司 很多这样子的公司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压力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就会 因为脚步出成绩 而面对可能是丧失投资人 丧失客户这样子的挑战 因为朴律而来的 是的 这个基本上会有几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也就是说 因为刚刚前面提到了 世界不永续的状况在恶化中 所以全世界检视的力道会加强 换句话说 很多厉害的相关人 也会去针对金融机构 你投资融资的对象 你不能够说我只赚了利息 我赚了投报 结果世界不永续 恶化当中跟金融机构都没关系 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所以金融业势必也会面临 更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也会包括法规的要求 国际社会的要求 非盈利组织的要求 甚至是金融机构本身 投资人的要求 所以透过这个缓缓检释 透过靠钱赚钱的金融机构开始 他们必须要发展 要如何判读 这个公司在ESG表现上 好与不好的一个差别 所以相对来讲 也会对他们投资融资的公司 会希望他们能够提供 更具体能够充分证明 他们有所表现的相关的资讯 供他们来审阅 所以这个是来自金融机构的 一个压力 第二个也就是 当全世界越来越多的 上市贵公司证券交易所 都有了要强制揭露ESG绩效资讯 给出交代一个成绩单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下 那么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平等机构 开始要来检视ESG的表现 到底是在哪一个水准上 所以那么这个平等机构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也不是一天两天 他已经发展了20年了 但是能不能真正判别出优劣 那个就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关键了 所以从公司治理到管理到设定目标 到产品服务是不是内涵 ESG而做出来的创新 这个部分的勾基 我把它称为一个绵密的网 会越来越扎实 那从过去可能大家只看表面 现在开始要看内涵 那个网会越来越细 对网子的洞会越来越细 换句话说 就是跑都跑不掉了 我想这个是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的话 很关键的刚刚我们前面说 穷则变 变才有可能通 因为恶化的状况仍然持续 所以那要怎么通 也就是说我们燃油车 开始要走低碳车 我们的高耗能的房子 开始要走向低碳宅 我们的能源 从高碳能源要低碳能源 所以从解方的角度来看 你真正有没有做出成果 就看 那你是不是这个解方的 供应者的要角之一 如果不是 那恐怕就等着这个市场转型以后 会逐渐被边缘化 如果是 那当然你就变成 是成为力网狂澜的 要角里面 你有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想这几个面向都是 我们必须要来主意检视 因为这个方面的外部压力的讯号 也越来越强 而且重点是他们的做法 越可以让很多公司过去中做表面的 越来无可顿逃 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开始真正要去处理 ESG如何内化到公司的核心本业的一个 关键门槛 那您在最新的一篇文章当中 您有提到说2024年 ESG的工作必须要货币化 货币化您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意思是不是说企业跟组织 他在做ESG的路上会更花钱 然后他也必须要被检视 客观的检视 他创造了相当于多少钱的效益 是你这个问题是很好 货币化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过去很多的企业经营者 掌舵者核心经营团队 专业经理人 其实很多人是抗拒ESG 看不起ESG 拒绝ESG 那现在为什么要货币化 是不是花钱 是 但是这个花钱 也因为公司可能不重视 而带来的负面财务冲击 比如说气候变迁 可能会导致公司的营运中断 可能会导致公司淹水 或者是其他传染性的疾病等等 这些都是你没有真正花钱 但是你没有花给他 但是他来找你 而导致你必须会造成财务损失的情况 所以这个货币化的概念 也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目前跟ESG有关的 包括比如说气候的议题 包括自然资源的议题 包括社会分配不均可能带来的矛盾冲突的议题 到底会对公司带来什么的财务面的负面效应 那这个是花钱的部分 那收钱的部分呢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公司有针对这些议题 都变成你公司的核心 本业里头开发出来的产品跟服务 比如说我们讲 台湾已经是两极化 老年化 少子化 这个很多社会面 消费面 投资面 或者是医疗 各种相关领域都有很多新的机会 那公司是不是把这些议题 变成可以赚进更多银两的产品 跟服务了 所以过去很多的企业家 创业者 专业经理人 他们可能不愿意接受ESG 可是国际上面 目前透过重要的国际机构 甚至联合国相关的组织 开始把这些重大议题 透过一个公开透明 而且是结构化的一个方式 来协助企业去量化 可能带来负面跟正面的冲击 也就是风险跟机会的 变成多少可能带来的财务面的数字 那有了这些分析之后 哇 大家就清楚了 这个议题对这个公司是一块钱的冲击 那就不重大了嘛 但是他如果是一亿的冲击 那就是重大的不得了了嘛 你非得一定要赢 所以货币化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他连菜兰族 连一般的民众都可以理解 他的重要性的程度 那就更不要讲公司内部 重要的经营管理决策层了 所以这个领域呢 我们发现 他会是一个很好共同的语言 也就是让大家可以产生共识 凝聚我们要如何去聚焦 来因应这方面的议题 哦原来是这样子 那您刚才提到金融业的角色 这让我想到去年的这个时候呢 其实美国就发生这个矽谷银行的事件 所以也导致美国有相当多的金融机构 他们的存款户啊 发生了一些信心上面的问题 那这是联准会大幅升息之后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现在看到 如果说美国的金融业 其实就正在调整自己体质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这个能耐去回应外界跟自身投资人 或者说厉害关系人对他们自己的转型的要求吗 他们有没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基本上就是说金融机构应应整个国际 或者是区域甚至是国家的政策 当然他们也会受到相对应的这个财务面的这个冲击 又包括负面的 也包括正面的 比如说您刚刚前面提到的 大幅升息可能带来的相关的财务面的负面冲击 不过这些负面的冲击可以这么说 还没有动摇到公司本的程度了 顶多就是对他年度的收益 可能盈亏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效应 但是资本市场金融业毕竟还手上握有了高度大量的一个资本 这个资本是当我们前面因应ESG的挑战 如果说能源要转型 交通运具要转型 住宅要转型 低碳制造要转型 这里头所需要的大量的动能 都必须要仰赖金融机构的本 来协助我们的社会区域甚至全球来进行转型 现在国际上面已经非常明显 讯号越来越强 因为我们现在能源体系整个要变革 交通运具整个要变革 低碳在台湾房市这么热络 重要关键的议题 每一个人都攸关的议题 但是我们房市跟ESG的连结 还没有真正产生实质的效应 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那这个部分的大动能 我们说要力挽狂澜 那没钱是万万不能 所以就算你有技术 你有人愿意消费 供需上面的讯号是有的 但是没有资本 他就很难去催生变成主流化 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 国际资本市场金融机构 面临了很多相关 整个世界景气带来的 必须要带出来的 这个相关的类似像升息 或面对通膨 或者是通缩 可能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来讲 基本上他不见得会对 整个世界经济转型 要迈向永续的 所需要庞大的资本 真正可以说 有这么实质显著 然后导致他没有办法去 继续往下资源转型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倒还是 持正面乐观的态度 那至于就是说 在这些相关转型的议题 我一直呼吁我们包括政府官员 跟企业界要重视的一件事 毕竟台湾我们如果走到今天 2022年 我们看我们台湾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位置 我们是世界前20大贸易国 前20大对外投资的国家 前20大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 前25大 我想应该是 这一个GDP 或人均GDP富有的国家 那我们在很多相关的这个领域里头 我们几乎是占了世界前20 那世界前20 当我们面对这么多不可持续的挑战 我们就看这世界前20的国家 人家在政策 人家在能源价格 人家在低碳转型的力道是怎么做 机制怎么开发 国家建设怎么布局 我想我们应该要比的是这些 台湾绝对不可能有例外 不可能可以自创一格 所以当面对不永续 必须要带来的转型 说实在谁也没有经验 但是有一些国家 他们愿意用吃苦头 用做中学 用持续布局的方式 来慢慢的往前推进 那我想这些 从北欧到西欧 一直到这个 甚至我们目前所面临 亚洲的几个重要的经济体 其实都是同样的状况 那我们觉得 找借口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今天我们在世界前20大经济体 其实这个竞争是激烈的 所以这个角力 或者是巨星叵测 包括我们看能源转型 低碳 当国际的这个贸易的各种产品 可能开始面临背后背的 多少碳 都变成是关税的 一个重要的要件的时候 我们就意识到 这样子的一个低碳经济的 新竞争游戏场域 已经逐渐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我们只要比较 世界前20大 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 在各个领域上面 人家所做的准备 我相信我们应该要走什么路 昭然若接了 其实您刚才提到 这个新的竞争 新的战场 其实确实已经浮现了 那在COB28当中提到的 就是石油经济 化石燃料的这个问题当中 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下 在化石燃料的减少补贴 它做得最积极的 有没有几个案例呢 一般来讲我们说 化石燃料补贴 如果这件事情 做得最积极 其实也非常简单 也够直接 也就是让油水电的价格 能够真实反映 合理的市场价格 这件事情就了了 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这么说 能支援的价格 不是靠政府的强力主导 去扭曲市场的价格 如果让它回到 自然的价格 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是要保障基层的人民 是不是可以因应这样的一个 市场价格状况之下 有足够的能力 能够满足生活的基本所需 所以这个时候的补贴 应该是要放在 对弱势族群的补贴 让它能够满足基本所需 至于能够应付得了 满足基本所需 或者使用这个油水电 来创造更高价值 比如说企业界 那它在这个领域上自然而然 因为那个已经变成是它 因应生产创造价值 经营事业所必须要支付的成本 所以这个部分 透过价值链的直接转嫁 那它必然也就会产生 一个我们想说一个正面的循环 使用者付费的状况之下 那今天我们看到杜拜COP28的这个气候谈判大会 很重要的议题就是终于谈判谈了28年 敢把世界过去150年来最主要的能源 就是化石能源 煤石油天然气 该不该转型 该不该被隔掉 石油经济该不该退场 终于台面化了 所以相对来讲 我们台湾今天面临最大的灶门 也就是在我们政府强力主导这个 油水电的价格状况之下 我们势必也一定会面临更严格的考验 这个是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属于哪一个政党 大家都必须要共同面临的大灶门 这是整个国家经济长远 甚至我们说公正转型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 也要能够肩负世代正义 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债全部都留给子孙 然后最后让子孙说 你到时候市场自由化了 你们再来处理就好了 所以我想这个都有不利于我们现在的低碳的创新 那但是呢 在俄乌战争之后 我们因为看到这个欧洲的这个能源供应紧张 的确就是让它反映市场价格 结果导致了油水电 哇这个价格高涨非常高 最高甚至到十倍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一定是促成名不了身 道成民众苦 哈哈很关键的要效 所以欧盟反而在这个时候 很多先进的国家 这个时候取动了它的补贴机制 那这是一个过度的时期 虽然俄乌战争到目前已经正式满两年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补贴 反而是在很多的国家被视为是德政 因为它减轻人民的负担 可是重点我们就是要看这些国家 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补贴 降低民生的一个负面冲击 那是不是有加大力道 对于新能源的开发 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本 是的 所以它并不是 所以有同步骤的 那是肯定的 反而他们编列更高的国家预算 区域欧盟区域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环境跟框架 来积极朝向这个再生能源 甚至最重要的就是轻能的 这个布局等于是加大力道来投入 是 那在最后 我们如果说今年全球的ESG 要缴出这么样的实际的成绩单 货币化的成绩单的时候 您对今年台商 我们在落实的ESG的期望 您认为应该要做到些什么事情 我想有几点 那这个也是很关键 但是可以很简要 第一点 我是高度高度的期待 我们台湾的企业界 对于ESG的商业意义 跟管理意涵 跟商业策略的重大性 这个部分 我真的高度期待 能够有更深入 扎实正确的认识 我想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的话 每家公司如果真的要内化DNA 没有资源 那是不可能 也就是说你没有投入人才 你没有投入资本 你没有投入整个公司 在相关发展上面的资源的支持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高度的期待 在有了正确认识之后 应该是要有扎根正确投资的行动 所以我向来一直主张 ESG是投资 ESG不是成本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说国际发展的趋势 是几乎不停歇 甚至一直在加速 那也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过去这几年 甚至到2024年以后 我认为很多的发展的关键 都是锁定 资本市场跟金融业 所以换句话说 普罗大众的这些企业界 必须要关注 就是特别是上市归公司 我们的投资机构 如果公司在乎 外资持股比重的话 那么外资在ESG上面的考量 应该是会讯号逐渐强烈 所以呢 只要了解这些 越来越多的规范 都是锁定金融机构 就表示 这个未来的游戏规则 势必会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这个时候 能够了解这个讯号 去说搜索 摸索 然后去探寻 那么金融机构在这个议题改变的讯号对公司的影响 那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企业应该注意的事情 是Niven为我们在2024年的第一季 把这个全年应该要做什么 然后不应该做什么 做得好的又是用怎样的标准来评判 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解释 期待大家在今年ESG的工作的路程当中 如果你有一些困惑 如果你觉得受到了挑战的话 都应该回头来听听看这集 到底Niven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变化 还有我们应该要往哪里走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介绍 期待大家在ESG的路上能够做得更好 今天非常谢谢Niven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Peter 这也谢谢听众朋友 KPMG知识音浪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拜拜 拜拜